视频拍摄于5月1日 在广东海领导 一位游客肩上扛了一条海豚 并装进小车带走了 广东省渔政总队杂坡大队 3日发布情况 调查称 疑似海豚发现是已死亡 身上带有伤痕 是被海浪冲上海滩的 据悉公安已介入调查 因为海豚是保护动物 若差速会进行处罚 5月1日 在浙江宁波 早上突然下了一场雨 让很多在屋外晒衣服的住户 触不及乏 在宁波一个小区 楼上的大爷 看到楼下住户的衣物没有收 于是在自己家的窗户 趁机散 尽量保证楼下的衣物 不被淋湿 一直趁到楼下的住户 回家收衣物 视频拍摄于5月2日 在河北邯郸 大明县 宿管镇 敌尚村 有80%的农户 是以种西瓜 卖西瓜为主的 但是在一夜间 很多西瓜被开了糖 被破坏的瓜地 涉及三户人家 共计四余母 三户人家被开糖的西瓜 有一两千个 价值六七万元 这笔西瓜 是在春节前后种植的 过段时间 就能大规模出售了 这件事 弄得春里 很多人 晚上都不敢睡觉 夜里去瓜地巡逻 防止悲剧 再次上演 目前 大明县 宿管镇 派出所 已经立案侦查 希望警方 能早日破获此案 破坏西瓜 就太过分了 夏天没有西瓜 都没有日根的动力 今日 由于暴雨天气 所以中山大学 南校 严重积水 校内多处被淹 然后有同学 在亚巴亚处社区 发现了一条 银环蛇 银环蛇 是陆地 第四大毒蛇 这条蛇 也是引起了 下游的讨论 有些同学认为 这条银环蛇 可能要被拿去煲汤 有些同学认为 可能会被 神科院做成标本 最终结果是 这条银环蛇 已经被送到了 生命科学博物馆 加急处理 近期会做成标本 大家如果看到蛇了 一定要第一时间远离 视频拍摄于 5月2日 浙江渠州 范达菲 是渠州市 课程区 14厢小学的 一名体育老师 每周会给孩子们 上一节受功课 用废弃的 一次性筷子 制作各种手工艺品 这一套庭院 用了大概 800个筷子 范老师是这样说的 看它很多一次性的筷子 浪费得很严重 那我们就找学生 能不能把这些筷子 利用起来呢 小孩子锻炼到一个 很近的心态 能认真地做一件事情 第二个呢 他能想 他利用他的空间 想象力 在5月3日2018四拼赛,原本将在四拼之一决赛中对阵的韩国女队和朝鲜女队,突然宣布双方共同放弃本任比赛的比拼,将联合主神韩朝战队进行接下来对战日本女团的比赛。 驻军,到了中午的第三星浪环节。 途洞,想死你了,你知道吗?昨天中午我同学来我家蹭风扇,然后我打算在客厅看你的快报,打开B站之后想起你昨天停跟一天,不知道该说什么,记得吃中饭。 今天在学校要了一个不好吃的饭,忍着吃但还是没吃完,希望你今天的饭菜合理胃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